的确酒驾就是把自己跟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特权可言 在高雄市有一名贵姐下班之后呢 也跟朋友去庆生 回家的时候就因为酒后骑车摇摇晃晃 被巡逻远警拦下盘查 没想到这个贵姐呢 她也是不配合酒侧 不断的怒标脏话 甚至还动手打掉警方的搜证器材 一盘的远警看见状 立刻上前将这名女子给压制逮捕 带回警察局接受证讯 对女子连站都站不稳 警察好心想帮忙叫车 却换来一顿骂 你们到底有没有叫车问事啊 XX发蛋了你们 你们这是XX发蛋了 紧接着女子情绪失控 不断的飙脏话 看到一旁的远警正在录影 女子更是直接一巴掌 打落摄影器材 你拍个屁 13号清晨高雄运民百货公司的贵姐 因为生日和朋友一起喝酒庆祝 骑车回家的时候遇到警方领检 想到这名贵姐不但不配合酒策 整个过程还不断的用脏话怒骂警察 甚至动手打人 他要当场扣车 所以说他可能顿时没有这个 小弄工具啊 可能还是说他上班工作的不完便 所以说这个心胜不白 原本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庆祝生日 却因为酒后闹事 不但因为妨碍公务被起诉 还要吃上一张九万元的据策罚单 这个生日想必会让这名女子永世难忘 好 好